嗶哩嗶哩遇到阻力高位回落 各位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期的讲故事怎么看 我是Alan Lo 今天的视频主要是计论大家 各位粉丝朋友的问题 对于大家的问题进行轨述 大家在我们的影片下方 都有留言 我们今天做一期更新和大家计论 因为我想后面问题比较多 已经讲完了 今天会重点地讲一讲 还有本来今晚是有直播的 但是小金老师病了 已经慢慢在康复着 没办法 但是已经答应了大家 要去计计大家的问题 所以今天就变成了 我更新了影片和大家去计计 好了 那我们计计的时候 分析的方法会用到两个工具 一个是奥德老阴差 一个是MCD指标 用这两个 可以够答大家 关于一直股票的趋势 和空间 和资金的问题 如果你有听过奥德老阴差的话 麻烦在下面留言复回666 如果你没有 复回222 好吧 当然如果你是我们是HK会员 应该都会知道的 也欢迎大家去订阅我们的频道 通计ChartHK 以后你重期的收睇 就不会错过更新的方法 或者是市场的解说 好了我们先看看 各位朋友问的股票 就是这些 先记得这么多 免得声明 我们留萌子做指标的影视 手工任何股票 是不构成任何推介建议的 先来看看 第一位朋友问的这个 先说一说 bilibili9626 他问 他说 他是怎样问的呢 这位朋友他说 老师那个9626 在哪里 看到了 有点难找 庄家和趋势 怎样看 首先我们打出这些股票的时候 先缩小看 一只股票 不要只看眼前 好像我们下期 我们下中期也好 下国际中期也好 下国际中期也好 违期也好 都是先全局去看 全局去看 而不是说 试试看眼前那一步 所以先缩小 然后再放大 缩小的时候 先看整体上的走势 我们可以看到他 整体走势这样的 这是两个高点 对吧 今次就碰碰碰碰 打到这个趋势 我试试一会 是否碰碰到这个位 是口核吗 还是真的来到这个位 然后呢 将那些高位高位 继续连接 对吧 继续连接 然后 这个就是他三个 大趋势的三个阶段 走出来 现在就变成了这个 这样的走势 对吧 对吧 这是他现在的走势 那 今次银号 就来到这个阻力位 就是我们今次画的 第一个高位的位置 对吧 刚刚到这个位 回落是很正常的 因为到阻力位了 连接两个点 第三个点到了 这个趋势线 是非常有效的 重期的趋势线 到这些位 它就是有阻力位的 OK 这是第一步 我们可以看到的 所以这个位置 至少你不会追 才会吃一吃 吃一吃 对吧 是不是这个 就是我们做出的反应 就是这样 对比我们的这个 啟示就是这样 那我要 讲一讲 为什么要讲一下 恩德老 恩德老 恩德老恩叉呢 什么叫恩德老恩叉 我都用这个解说 看到吗 在Google上面可以找到的 用于价格的作用 和反作用 是一个半变趋势的 强度和支持阻力的 一个强势的指标 以前都叫做预差线的 很多交易者都会去使用它 我们把它拿出来 在这个工具呢 有的 这里 在那个 诶 在哪里 我们经常用到的 皇甘分割 这里 看吧 皇甘分割 扩展 小吉老师经常用皇甘分割 或者是扩展目标 今天我们要讲一下这个工具 恩德老恩叉 按出来之后 非常之 好的地方 把它拿出来 看到吗 先 为什么说它吹势 因为上升吹势 下降吹势都可以用 即是吹势 上升 看到吗 回落 诶 可以打开 我重新打开 好了 从这个单位滑上去 指着它 然后呢 咦 好了 把它选择一下 上升 回落 看到吗 它就 走出来了 叫做恩德 有五叉 这个鱼叉 叉鱼的叉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 中间这条 看到吗 中间它有很多线 你看中间这条 中间这条 这条 这条线之上面呢 就是比较强劲的 非常之强劲 非常之强劲 很强劲 那这条线之下呢 就没有敢劲了 就没有升得敢劲了 就是 如果在这些位置运行 就是 没有敢劲的 就是很劲 上面的下面 Bilibili 就是这段时间的走势 送升吹势 认着这条线 行简向上 就是滑回又升回 现在认着这条线 升简 但是它不是中间这条 认着这条 从中间或者左边这个位置 去行 所以它没有敢强劲 所以它 来到这些位置 就是 升得没有敢劲了 就是一棍 一棍 然后就在这里 徘徊 就是徘徊了 徘徊的阶段呢 刚才我们看到呢 就是 什么情况啊 按号 就是我们的趋势线呢 按号跌到那个位 对吧 你看 我将这两个呢 一会画 这个趋势线 从一个高位 所以 滑了下来 对吧 按号就到了这个位 歪了 让它 修正一下 好了 按号到了这个位 对吧 是不是 按号到了这个位 很明显 对吧 就是 把这个 就是 上面的高位 到阻力位 然后呢 上面有阻力 下面有支撑 但是呢 是有首尾的 可以打到这个位 所以这个位置 是一个短期的高位 而且又遇到前高 你看到吗 阻力位更加明显出现 那好了 资金是怎样表现的呢 它是 要先下一下 还是说这个位置 还可以冲一冲呢 就看资金的情况先 我们看到下面的大户资金呢 今天它是升的 今天是假阴线来的 比昨天来说是升的 就是收市价 比昨天收市价高的 OK 大户资金今天是增加的 看到吗 是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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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的 是增加的 就说明它真的要做吗 只是用license 成本 近日进场 还是真的在这里 将股价率推高呢 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要突破今天最高位 就是下个交易人 必须突破今天这个交易 它才有更高的空间 没有的话 就乖乖地回落回来 所以这个股票 在来到这个位的时候 就是如果你有货 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要考虑 什么时候走的问题 就是 是不是要走一走 避一避的问题 今天 冲高的时候 到这里附近的时候 其实你先 就是 星知星局者的朋友 先来去 先适当去感辞一下 先吃一吃 如果你是中重性 你就不用理他 因为中重性 你看大户资金 从低位做 是不是 到现在 是不是一直在增加 所以 就算他回了之后 后面 又可以找机会 入回 他回到什么位 他会 跌穿这个 我们的 斜上去的线 然后滚回到这些位 就像上次这样 下来 然后再升上去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我们不知的情况下 我们知道 恶帝户正在增加 但是呢 他又到来的位 所以说明上面的阻力 他需要更加多的钱 才可以将他突破 那说明 在这个位置 我看不清楚的时候 我不明确的时候 我不清 就是我未能够 十分百分 他继续上去 或者下来的时候 適当离开一下 可不可以 可以 就算我宁愿小振一点 好吧 OK吧 不过分吧 有些人不做的时候 就一直要 迷到最高 迷到最低 这种东西 神才能够做到 我们是人 人是比较能做到的 我先试一试 等他 如果回落回 那我可以买得更便宜 就更加好 如果是冲一冲 我都不会后悔 为什么 他冲一冲了之后 还会有回落的机会 不会直接冲上去 需要更加多的钱 对不对 我赠一点 都不紧要 好了 这个是要住的 当然了 这类股票是没有明確的 完全的位置 因为全部都要走 没有 周重仙是向上 短期是到来 那些位置 但是资金还没有增淨的走 所以这个位置 我们要有一个预期 就是会回一回 然后最终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初步的预计是这样 看看会不会 会就更加好 给我们的机会 后面下一次数 会不会最终会 肯定会最次见到一个高位 那我们要等 这个是BillyBilly 这样讲清楚 对于你的股票升跌的时候 不是最重要的 是你做出来反应 我们的策略 对应策略的操作 是最重要的 好吧 好 这个是BillyBilly 这些东西 关于这个 如果你觉得有些道理 可以复方AAA 如果你觉得 我是乱说的 都没所谓 你听一点 自己没有留意的看法都可以 我们通过 我看到的指标的显示 做出一些预计 好了 这个是BillyBilly 他们的肺序 就会比较好 汇丰 和他最近 中国市 推到上去 然后今天很明显 我们依然用 翁德老阴叉 来看看他的趋势 我画一个图 给大家看得更加清楚 直接用这个 然后从这个低位 充到这个高位 回到什么位 它回落的时候 回到这个位 你看 回到这个位 然后冲上去 非常之强劲 它是迎着下面这条 因为它是很急的上去就回来 所以它迎着这条线 因为它是很薄的这样升上去 你看这样升上去 升上去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一边迎着迎着 然后穿了下来 高升上去 没过去 高的低就应该打下来 看到高位 所以这里就知道是高位 谁知道资金也很早之前 你看 这一天开始开始减少 这一天是什么时候 这一天是12月22日 大日收市是滴穿的 这一天大户就开始减少 然后大日大户是减少 是继续减少的 然后它跌穿了 说明这一天12月28日 要先走一走 回避一下 至少你没有在这个位置 轻易去高追了 然后呢 大户增加减少 增加减少 没有一次叫你进 这几天都没有叫你进 因为增加又减少 它都没有突破到 所以它是 增加这天又没有突破 来生日式突破不算 第二天大户会减少了 又冲一冲 然后一天高去低走 滚回了 所以这几天 如果你追入的朋友 你是不赚钱的 特别是这六天 看到大户升 你追进去 你就输钱了 你就吃钱了 又套住在高位了 我们反而在这些位置 开始要放一放 走一走 是吧 至少这个 宁愿小赠 这一天可不可以 这一天 这一天升很多 升多少钱 升深耗子 差不多了 升红子也不少了 都已经几个%了 4%左右 三个几%左右 对于汇丰来说 它是很多的了 但我宁愿小赠这几个% 我已经赠了一些钱 走一走 我就不会在这个位置高追 然后避兔 是吧 当然这个位置 都会继续減少 还有今天收市跌穿钱的最低 依然是高升感冲的这个阶段 我不是 sorry 说错了 005 005 sorry 汇丰是这个 sorry 重新说回 这个是汇丰 看到吗 这只股票呢 在最近的时候 列口上去 列口上去 它呢 咦我们发现它被恒指呢 昨天恒指就已经是 它这个走势是恒指的走势 但是它今天恒指 衝高又回落了 但是它今天呢 就是昨天恒指各种走势 但物资金依然是增加的 非常之强劲 那有没有到阻力位啊 附近啊 按好到前面这个高位 刚刚过去先 刚刚过去先 那我们拿它呢 拿出来看看 就是两个高位 看看啊 高位高位连接 看到吗 当然可以收省一下 这个是其中一个高位 没有 看到吗 上面这个全部都突破了 冲到前面高位附近 刚过了 那我们最利用一点 就是通过这个高位连接到现在来看看啊 好了 功德路音叉拿出来 在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 或者在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都OK啊 就是这里 然后就列了下来 看到吗 咦 是不是来到我们的 冲到这个位了 看到吗 现在看收音线还是收容线 如果是高低走音线 先走走 OK 如果是溶线依然持有 这个是 但是追不追了 不追了 因为它是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穿了下来 然后慢慢慢慢反抄回来 到阻力了 就是这样了 这个是它 好了这个是其中一种 就是看 还可以从这个位 就是它升到这个位置 然后会下回 这样可以 可以 你看到什么位置 到了 上面这里是收出音线 但是假音 但它收出真音线的时候 就是到阻力位 收出真音线的时候 就要小心 这个是这个股票 它是被行指要问 走出那个高位的 OK 咦 我们可以看到 中期的朋友 你不用管它 依然是迟 还看 因为Jong 50%来的 所以 后面回落的时候 依然要找机会 当然这个股票 它是跳上跳下 比较多的 不比其他的 淨股金融 预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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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们在最近是和人同样的说过 一天的时候 对吗 20月4日 它昨天又是那么少 maintaingli 低下高低做 我们提醒大家 又会回避一下 通常是一个低位 下一个交易会遇到一个低位 然后下一个交易就会出现一个高位 短线来说是这样的 最特点就是 这个 林峰洪空 是什么号码 在平浪区那里大家之前也在说 在15间 哎 数字是多少 不知数字 打打我就直接看 我先看其他的 11 首先 但会一直走 是不是 然后这一天淡了上来 在火葛月亮有没有破 没有 而赤菇转回来 是不是一个短期的高位 下跌反抽 下跌反抽 那时候通常收音线 就是在下降出城 有人说这个可不可以用这个来看 可以的 我画一次给大家看 这个 下跌 对不对 然后呢 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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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抽 它突破了前面这个位 这个位 就是没有侵照的地方 没有侵照的地方 但是它回落 回落回落 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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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没有回落 你看到其他 但是我们可以用重周期 你看看 上升 回落 全部都穿了 没有这个趋势的分籌 没有那个趋势的地方 那好吧 那你的股票呢 就是脱了前面这个 就是上升 它是在下跌 刚刚突破回踩的阶段 就是回落 你看看 我将它 用趋势线 都可以试到 是刚刚过了这个位 我画准一点 你看看 突破回落 回落的阶段 是回踩回来收容 还是滴穿 都有可能的 因为脱户是一直走的 这个位 如果是我会先 避免一下走走 但它未来是 这里 到底会继续做 还是其他 这种呢 是属于 之前已经升过的 就是12月中 它就升了前面一段 后面它走了 活力回逃走了 最近限制升这么多 反而没有它分 就属于 大户走的股票 就是 以前共产人说过很多次 就是没有去 没有去 特意做这种 因为太难了 就是基本上 你很难去 运到钱的 这种股票 对吧 希望各位朋友 要注意这种 情况 好吧 好 就回来 这位朋友问的 2197 说到这个时候 我要讲一讲 就是 在今年的时候 我有提醒过大家 有些朋友 提醒过大家 今天 帝市 在这个位置 是一个 脱离了 超米区 在1月4日 那条影片 小金老师的直播 也跟大家提醒过 提醒过 提醒过 这个 已经进了一个 黄金峰的高位 记得吗 记得吗 就是 那个 座离位附近 所以 所以 要小心 当时工作 至少 这些位置去追的朋友 你要 拣散了 要拣散 就是第一 就是昨天 你追了今天 是不是你就吃钱了 所以当时 其实都利用到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恒指是走到 非波林契数 上一次高位 到现在的 哎 这里 第几多日 三四日 前面的星人 这个位置 是一个高位 非波林契数 这个高位 那这个位置 我要 来时 它面临这个 短期高位的时候 通常 大石股 都会这样的 只不过是 先还是后 所以 这个位置 你想追货的朋友 就要 拣散一点 所以 所以 我们之前提醒过大家 嗯 说到这里 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 2021年 就是我们之前的变化月团 是比较准确的 那今次 深刻思朋友 我们依然虚放了 给大家 有 所以去领取 可以在 影片的左下方的说明 那里 指引那里 去领取 就是 前面的时候 我们 因为今天本来是要直播 我同一去送分 这个新年的 还有一部分 所以 今天我们依然 虚放在比利加 那 等我们 下次虚放 不知道要等下一次 什么时候 到时候我们可以留用你频道的提醒 所以呢 有些新粉丝朋友 之前错过的 依然可以去领取 按我们影片的 左下方 这里 影片 去哪里 影片的 事单一条影片里面的 左下方 那里有条连接 按下就可以去领取 那这个是关于哪些时间的 高位 或者转折 会有提醒 好了 那我们依然来看看 Amsim 这个 2197 因为 它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是 你会看到 这个股票和Ams 那个有点不同 和那个 阿里健康 是有点不同的 是阿里健康 是啊 是阿里健康 是 是 不同 你看 这个是 这个是 是什么情况 它是 实玉仓 就是 就掉了 装走了 装走了 装走了之后 是什么情况 到了 最近的几天 看到吗 在货星割肉减少突破了 有没有突破 最高是2.64 但又是 2.65 突破了 小小注入一天 做一下反弹 但为什么华智升不上来 第一 预露弟子 开始回落 第二 它本身在货单里看厂 所以这种是比较 非常非常落后的 因为 之前装走都没走完 看接下来可不可以装家 继续做 上面这个 它已经跌穿了 你看 通过这个 安德鲁音叉 你看看 这个是下贡 是吧 反秋 打到来 刚刚突破了这些下贡 所有的趋势线 刚刚过了 所以 前面如果刚刚入了的朋友 你要注意 就是什么意思 在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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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 在货 减少 那天的高位突破 这天的高位突破 今天可以少少试一下 但这天的最低就是 它是截算位 即是没有跌穿这个位 今天呢 大货仍然减少 如果 在货仍然减少 如果下个货 继续突破 它会继续买 但如果是 如何情况 因为今天在货 但大货又减少 所以呢 这天的最高位 下一个九月日突破 它可以继续冲 如果下一个九月日收市 列穿这天的最低 就会继续买的 或者说 先别开赢 OK 好了 看一下 6055 中英香港 我记得之前 这天的股票非常火爆 在今次的上升当中 从8.4元 到现在是11.9元 都升了不少 几个百分比 30多个百分比 差不多了吧 30多个百分比 那桩价从什么时候开始做 从11月7号开始做 我们依然利用这个 翁德鲁音叉 来画一下它的趋势 从升 回落 冲到上去 现在就是认了这条 都是这个 就是 如果你冲上去 在中间这个位 它回落到中间这个位 就是它上面是强劲 如果是 回落到最后 在这条 就是它上面都是强劲的 在这里 沖了上去 好上去 下重影线 滚分 沖了上去 又滚分 今天是一条 低低走的 阴线 打了下来 但是它呢 是什么情况 是刚刚下来的 前面高位附近 至少你这个位 不会立刻 追很多 不会 你至少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要准备 准备 什么时候走的问题 装有没有走 今天刚刚才减少 下个九日要收到今天最低位 之上 我们依然是安全的 没有跌穿就可以 好吧 这个是这个股票的情况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它重新高 但是会没有资钱到 所以这个位置 都要警惕一下 如果是我会先放一部分 然后等下 后面的钟是怎么做 当然如果下个九日都收到今天最低之上 就算你放了 后面你需要关注的就是 如果下个九日收到今天最低之上 意思就是 在今天最低之上 最终被突破 那就好了 这个是股票的情况 再看 N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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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KE是美股方面 美股最近 下跌得比较多 因为它到了时间 窗口跌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前面这里 窗到上去之后 在这个列口上面 你看看 慢慢慢慢 但会是慢慢 依然在做的 即是这个股票比较特别 就是它前面 这个来列口 来列口的时候 桩是增加的 终不是 即是 在货是没有了 有人说 在这个位置 很多人最影响到前高 应该回了回升 它回了 回了之后 低去高走来的 它会继续增加 有没有突破 有没有突破 突破了 OK 继续的升 看到吗 突破了 你就入场 入场了之后呢 它继续升 升到现在 你看看 它会是怎样的 增加了 接着持有 接着持有就OK 现在有没有进货位了 现在没有了 因为 突破了 这里如果是进去 如果是进去的话 像我说今天 你现在进去 这里的低位 119.5升 就是你的 防守位 住啊住啊 好吧 这个一定要住 这种情况 好 那后面呢 我们看看 朋友问的 那个 林方航空 0075升 是吧 我应该没有 是这个吗 01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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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 有人说 最近 旅游啊 新人啊 是不是也会更好些啊 它不是现在升星的 你等到它升的时候 它已经升到上来 知道吗 之前的时候 这段 11月初的时候 戴胡开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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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了 衝了上去 这天走一走 突破了 OK 入墙 离开升 跌下来 你看这个翁德路音叉 上升 回落 它就衝了上去 到最上面那条 底条 最上面那条 然后滚回 反抄 最下跌 最反抄 最下跌 高低走 下了一把 昨天的时候 看到吗 升的时候就这么少 跌穿 要先逢高先 避开下先 下个假日逢高先 我先走 等待它是怎样的演变 我们再去追踪 当然它中期 因为它路前高的位置 刚刚过了 跌下来很正常 有些人要 它不会被你真真正正全部都算好 它会先吃一吃 所以这个位置会下来很正常的 OK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 所以先介绍大家这么多的问题 先去领取这个变化日历 然后呢 我们订阅这个频道 下次的影片更新的时候呢 会和它讲解更加多的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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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